你是否不同意公投不應該不可以不使用民眾不容易不了解的多重縫定句 各位小光好 歡迎來到 保麗龍中隊 他是銀化 他是麻雀 距離公投已經過了一個多個禮拜 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經冷靜下來的呢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公投當中的語文邏輯問題 我來舉個例子 你是否反對不訂閱保麗龍中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訂閱保麗龍中隊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 所以現在是不是應該要暫停一下 還沒訂閱的客觀訂閱一下 已經訂閱的客觀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你們要開啟那個消息 欸等一下啦 我們要回頭重新 幫幫幫幫忙 好的 那我們現在先從後半句開始 不訂閱保麗龍中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訂閱保麗龍中隊是有利的 簡單來說 雙重否定就是肯定 那現在我們知道的後半句話 我們就可以回頭重新解析 前半句話有提問 你是否反對 如果反對就要回答是 不反對就要回答否 那現在我們來針對這個題目 你是否反對不訂閱保麗龍中隊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我們的回答是 否 老師換裝了 剛剛我們已經做完了挑戰題 現在讓我們進入魔王題 你是否不同意我們 不應該反對在婚姻平權的議題上不持續進行溝通 好的 這位同學 我覺得回答這個問題 它不應該只有是或否 它應該還有更清晰更完整的表達方式 喔 好啊 現在我來回答 我認為在婚姻平權的議題上 應該要持續進行溝通 公投的結果 它不是一個結束 而是一個開始 這才是這種問題的正確回答方式啊 是不是 到底是誰會在生活中用到多重否定句 說真的如果你回答是或否 你真的知道你自己要表達的是制裁還是反對嗎 我覺得一定有很多人在這問題上深感困擾 來快點一下開放留言 趕快告訴我們 你們到底是其中遇到什麼障礙好嗎 就是我們需要同溫層的那種關懷 那現在呢 我們想要回到公投結果的那個瞬間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跟我們一樣 看到結果的時候 笑得很正經 突然發現公投前後 竟然是兩個不一樣的事 對 在公投以前 我們以為支持婚姻平權的人是多數 就像支持婚姻平權的人一樣是多數 投票結果出來就會發現 這世界好像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裡想跟大家講 公投雖然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心聲 但不能左右少數人的幸福 就像我們同意每一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聲音的權利 但是我們同時也認為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 所以在台灣婚姻平權的問題 它正要開始進入社會 從法律開始 那果倫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一起加油吧 謝謝各位客觀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 彩色的保驗裝備 歡迎大考中心用各種否定問詞 與多重否定去為難考生 但是在這種嚴肅的 莊重的 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場合 就不應該使用這種多重否定句 你知道嗎 如果當年國文造義不好 我現在國文造義也不會好了 OK 所以我們的通關密語是 Hashtag 你是否不同意公投不應該不可以 不使用民眾不容易不了解的 多重否定句 心有餘的話 不要忘記客觀的思文錢喔 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 我們好花絮喔 掰掰 掰掰 你同意反對嗎 蛤 你不同意戰爭嗎 戰爭什麼 那我們來問問題囉 蛤 來 好 你是否不同意的話不應該不在這裡 宣傳 我想真男友 我不同意在這裡宣傳 可是我已經宣傳了 公民 掰掰 大象 大象咧 他比較愛大象 他沒有要真男友 沒有沒有沒有 掰掰 掰掰